来自建华国中教班的林姿宇 虽然已是国中生 同年同语的透过化作福利大家请刷牙 不禁也让现场观众开心的笑了起来 为鼓励特殊教育学生发展美术才能 进而开发多元潜能 建立自尊与自信 新竹市已经连续举办多年特殊教育学生美术比赛 特教学生们也许不擅长言语表达 但藉由色彩描绘出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透过化作观赏的人 同样可以了解他们的情感及对美的追求 画比就成了他们表达自己发挥潜能的最佳管道 虽然我们知道这些孩子 他平常在学校他的成长跟学习 都比一般的同学有比较多的一些挑战 但是拿起画笔 他们其实就跟一般的小朋友一样 都能够很尽情地挥洒出自己的创意跟潜能 那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也提供我们一般的学生 来参加这样的画展 我们是希望透过他们的画作 来宣导他们对于校内有特殊需求的 同学的一个有爱的一种情怀 特教生的这一个教育环境的资源的张楼 是我们教育政策很重要的一环 因为小朋友有身心方面的障碍 但是他有他的这一个美术音乐各种的天分 那我们要去发挥他优点天分方面 然后启发培养 让他们能够一方面培养自己的这一个学习进步 一方面融入我们各项社会生活的一个环境 那市政府对于这方面的工作是推动不亦利 展出的一幅幅作品涵盖了幼儿园 幼童到高中生的创作 除了特教生之外也开放一般学生参加 这次的比赛分绘画电脑绘图以及漫画三类 并依学生年纪及身份细分为28组 参赛作品约750件相当踊跃 新竹市特殊教育学生美术比赛得奖作品美展 从即日起至12月16号在文化局演艺厅B展场展出 这项比赛的举办孩子能透过画笔表达情感 让外界理解他们的内心想法 希望各界能前往欣赏并给予他们的支持与鼓励 凯破新竹林艳斌李介荣采访报道